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八大竞升为第七大的台股ETF基金经理人表示 虽然台股目前震荡加剧 不过 建议投资人可以善用存股以及逢低买进的心态来投资 就像买生活必需品一样 定时买 折扣时多买一点的概念 第二则新闻 每股涨跌互见台股霞幅震荡 专家表示国际变数多 能厘清会较明朗 分析师指出市场等待本周稍晚将公布的重要企业财报和各大经济数据 接下来国际变数比较多 股市短线上来看会有比较震荡的状况 短线上会比较震荡因素 包含大陆股市创近期新低 台币汇率弱势等 以及战争等国际变数 若有机会来厘清 台股未来走势也会比较明朗 而未来在长线上焦点则放在美国11月升息与否 第三则新闻带您关心 受富士康遭中国查税拖累的鸿海 开盘股价跌破百元 中国官方对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查税 鸿海股价今天开盘持续探低 跌破百元大关 早盘最低来到97.3元 跌3.2元 跌幅3.18% 市值蒸发新台币443.6亿元 失手1.35兆元 之后鸿海股价跌幅见收敛 来到98.8元 跌1.69% 早盘成交量超过5万张 对此 鸿海22日下午发布重训 合法合规市集团在全球各地的基本原则 会积极配合相关单位的相关作业 谢谢各位观看本日新闻 我是您的封新闻主播李周 期待明天再相见 晚安 明天再相见 早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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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监